耶律德光打败十重贵后,也是洋洋得意,心情膨胀到了顶点,他觉得后唐后晋的皇帝都是沙陀人,同样是蛮夷,他们做得中原皇帝难道我耶律德光就做不得? 于是他就在开封纪皇帝位,接受后晋文武百官的投降与仇贺,并按照中原的规矩将大契丹国改称为辽朝,打算以中原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原北方。 然而由于是第一次进中原,没有管理中原和汉人的经验,耶律德光既没有第一时间笼络各节度史,也没有严肃军纪,制止辽军对老百姓的烧杀劫掠,所以他继位没多久,中原就遍地都是反抗辽军的武装,这其中既有老百姓自发组织的义军,也有不服辽国的后晋藩阵。 眼见反抗势力越来越多,开封周围的形势越来越乱,再不走,可能就走不了了。 于是,在公元947年4月,耶律德光便下旨北桓,而在回辽国的路上,他一病不起,最终病死在了河北联城。 耶律德光死后,辽国大臣为了赶回去拥立新皇帝,便策马加鞭地赶回了家。 至于中原,不要了,谁爱当中原的皇帝,谁就去当吧。 见辽军撤走,此前与石敬堂抬杠的刘之远,第一时间就冲入了开封城,而刘之远就明显比耶律德光更清楚,怎么做一个中原统治者。 进入开封后,刘之远先是宣布,辽国先前委任的大小傀儡官员在他这里依然有效,仅此一招便迅速稳定了混乱无序的时局。 随后,他又宣布,自己姓刘,祖上可以追溯到汉朝,因此他称帝后,国号就改为大汉,他建立的政权历史上称为后汉。 但其实,刘之远是沙驼人,他原本也不姓刘,刘姓是他自己后来改的。 在刘之远改朝换代期间,元后进进昌节度使赵匡赞不服刘之远,向后蜀请降,并请求后蜀出兵钟南山接应自己。 但后蜀皇帝孟长根本没有进途关中的意愿,蜀军没有及时反应,等两个月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,后蜀才有所行动派兵接应。 但这时候,刘之远已经派兵镇压了赵匡赞,镇压了叛乱后,刘之远又下令继续追击,打得后蜀军队损兵折将,狼狈退回了大三关。 此后,后汉镇守关中的大将李守珍、赵思婉相继叛乱,并请求归降后蜀。 由于梦场被刘之远打怕了,畏缩不前,丧失战绩,以致这些叛乱相继也被平定。 连番评判胜利,加之痛击后蜀,这让刘之远志得意满,但他没想到,自己在位还不到一年,就突然暴毙而亡了。 刘之远死后,他的儿子刘成佑继承皇位。 从开头看到现在的朋友,应该熟悉了五代皇位更替的套路了吧。 开国皇帝往往有掌控力,但从第二代开始就不行了。 诸有规,诸有真,李从后,李从科是如此,刘成佑也是如此。 他继位后,朝廷老臣都很轻视他,完全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。 刘成佑在朝堂上说点什么意见,经常会被老臣们直接顶回去, 有时候,碰上嘴贱一点的臣子,还会略带嘲讽的口气,对他说:"皇上,您还小,什么都不懂,您就别吱声了,看我们怎么做就行了。 对此,刘成佑是愤恨不已。 为了加强自己的皇帝威严,他便设计了一套夺权大计,这个计划分为三步。 第一,列出必杀的名单。 第二,谎称皇上召见,将名单上的大臣骗进宫里,全杀掉。 第三,干掉这些人的一家老小,斩草除根。 刘成佑的计划相当简单粗暴,但是由于下手不利落,刘成佑杀了天雄军节度使兼疏密使郭威的全家, 但却没有杀掉郭威本人。结果,郭威在外地起兵,一个反杀就干掉了刘成佑。 打败了刘成佑以后,郭威带兵进入开封。 一本正经地和群臣讨论后汉帝国的继承人问题,群臣们见状纷纷表示呵呵,你郭威还真是虚伪,这有什么可讨论的? 按照老规矩,你干掉了皇帝,你就是新皇帝啊。 见群臣推荐自己,郭威连忙推辞,说这可使不得,我是来清军策的。 虽然皇帝死在了乱军之中,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 说吧,他就让人翻刘之远家的族谱,最终在族谱中找到了一个叫刘云的小孩来继位。 刘云那边,他的父亲刘重得知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,第一时间就派人送刘云前往开封。 然而,拥戴刘云其实是郭威的缓兵之计。 因为郭威进开封时,刘成又虽然死了,但刘之远的那几个兄弟,如刘重、刘信等,都还手握重兵。 如果郭威直接登记,必然会被刘氏围殴,所以郭威需要一个缓冲期。 先把朝廷大臣笼络住,然后再找机会对付刘重、刘信等拥兵自重的节度使。 过了一段时间,刘云还在路上,开封却传来边关急报,大事不好,辽军打过来了。 听说辽国入侵,郭威挺身而出,表示自己愿意领兵出征,好好教训一下这帮蛮夷。 然而郭威刚率军走到禅州,士兵们就突然划遍,大家把郭威从大帐里拽出,对其力声贺问道,现在大家决定让你来做皇帝。 你自己怎么看? 郭威当时便表示,你们这样不好,你们这样不好。 当然了,嘴上说不好,郭威的身体还是很主动的。 最后,郭威接过了部下帝过来的皇旗,在禅州前线加冕为皇帝。 这个场景是不是感觉很熟悉? 是的,后来赵匡印就是学的郭威,步骤流程一模一样。 值得一提的是,赵匡印当时就在郭威军中,郭威称帝的把戏,赵匡印看得是清清楚楚。 完成称帝后,郭威又带兵杀回开封。 而刘云在此时也终于赶到了开封,但刘云刚进城,就直接被郭威逮捕并杀害。 然后郭威又面见厚汉太后,在其面前痛哭流涕,说,不是我郭威想做这个皇帝,实在是三军将士的意愿难为呀。 等哭够了之后,郭威擦擦眼泪正式在皇宫的大殿登基,改朝换代,那得起新国号。 起什么国号呢? 郭威让新妇给他修族谱,看郭氏一门,最远可追溯到哪位先贤,然后就以自己祖宗建立的朝代为国号。 新妇们为了拍马屁,便说郭威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周文王的弟弟国书身上。 对这个结果,郭威非常满意,周朝比汉朝更古老,正好可以压流之远一头。 因此,郭威的国号就叫周,始称后周。 听说郭威称帝还杀了自己的儿子季琪,刘崇快要被气疯了。 一气之下,他就在太原登基建立了北汉政权。 平心而论,郭威是个很不错的皇帝,他节俭不赦,历经图治。 中原在他的治理之下,逐渐走出了混战的阴霾,出现了中兴气象。 然而,由于登基之时,郭威年纪很大,因此他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。 郭威死后,由于他的亲生子女当年都被刘承佑杀害。 于是,郭威的养子郭荣继位,是为周世宗。 关于郭荣的名字,这里要解释一下。 他虽然本姓柴以前叫柴荣,但由于他已经过继给的郭威,入了郭氏族谱。 所以,当时的人就不能再称呼他为柴荣。 如果在后周时期称郭荣为柴荣,等于是否认郭荣的继承合法性,这是要掉脑袋的。 之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称其为柴荣,是因为宋朝建立后,赵匡印, 为了否定郭荣之子郭宗逊的皇位合法性,故意修改的。 郭威去世的消息传到太原后,刘崇根据过往经验,认为郭荣是二世祖, 现在正是报仇血恨的机会。 于是,他派人联络辽国,兴兵南征。 然而,刘崇却看走了眼,郭荣可不是二世祖。 得知刘崇引辽军南下后,郭荣力排众议,拍板决定,朕欲驾亲征,和他们一决胜负。 这一战双方在山西高屏遭遇,开战之前,形势对周军很不利。 由于行军的节奏没掌握好,周军主力被甩在后方,郭荣只带着前锋抵达战场。 而北汉和辽军此时却已经早早抵达了战场,严阵以待。 当时只要北汉与契丹大军合围而上,一鼓作气,就完全可以吃掉周军的先锋部队。 活着郭荣也有很大的概率。 然而,面对唾手可得的胜利,刘崇却脑子进水了。 他派人通知辽军,说周军兵少,你们就歇着吧,看我的表演。 结果,傲慢自负的刘崇,就被郭荣好好上了一堂生动的军教课,被打的是屁滚尿流。 辽军见北汉军被周军打崩,便绝尘而去,直接开溜了。 当然,周军此战的表现其实也不理想。 大战期间,周军的步兵右翼被打垮,骑兵主将见情况不妙,落荒而逃。 要不是关键时刻,赵匡胤挺身而出,大喊主威臣死,带着本部人马打出了一波冲锋, 在乱军之中将北汉大将张元辉斩于马下。 周军这一战能不能打赢也不好说。 而由于赢得并不顺利,所以郭荣事后便开展了练兵运动。 他先是处理了几十个连阵退却的将领, 清退掉禁军不能打的老弱病残,然后又提拔了有功的赵匡胤, 并从地方藩阵选拔能打的精壮编入,组成了精锐之师。 郭荣的这个练兵套路是不是很眼熟? 是的,北宋后来的禁军乡军制度, 其实是赵匡胤从郭荣这里学的。 训练了一段时间后,郭荣为了试验禁军的练兵成果, 便拿南方的南唐开刀。 公元955年冬,郭荣发布征讨诏令, 借口南唐与辽国勾结,不利于后州, 以此向南唐宣战。 开战之后,州军势如破竹, 以不败之际攻占了南唐大量领土。 957和958年,郭荣又两次南征, 打得南唐皇帝李景主动放弃帝号,称臣认怂, 割让淮南十四周六十线后,郭荣才霸兵休战。 打完了南唐,郭荣见战果斐然,便转头进攻契丹, 抑郁收复,幽云十六周。 但是,郭荣在北阀期间旧病复发,不得不回京养病, 这场北阀也就不了了之。 在回京期间,郭荣觉得殿前都点俭张永德的人品不可靠, 于是,他就把都点俭的位置交给了自己认为人品可靠的赵匡应。 在郭荣看来,赵匡应是可靠之人, 必然不会有负自己的重托。 结果,郭荣看走了眼。 郭荣死后,赵匡应就全套抄袭的郭威当年黄袍加身的大戏, 在前线登基继位。 继位之后,赵匡应回到开封, 跑到小皇帝郭宗逊和太后那里,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道, 不是我想改朝换代呀,实在是民意难为呀。 哭完,赵匡应拿出一份善让诏书, 交给郭宗逊签字盖章。 郭宗逊不敢不签,于是后州自此灭亡。 赵匡应正式坐上了皇位后, 他认为梁唐进汉州接短命都是因为继承人没选好。 于是,在961年, 赵匡应便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扶植为继承人。 而与此同时,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的事件, 他又以杯酒士兵权的方式, 收了高怀德、石守信、王沈齐、张令柏等人在禁军中的兵权。 自此,五代时期动不动就造反的禁军, 变成了皇帝的私人武装。 加强了皇帝在中央的权力后, 赵匡应站在郭荣打好的基础上, 对南方割据政权陆续发动了兼并战争。 963年, 宋军南征, 京南五平投降, 今天的两湖地区归于宋土。 965年, 宋军出兵西征, 后蜀被灭, 今天的四川和重庆归于宋土。 970年, 北宋二次南征, 南汉被灭, 今天的梁广和海南归于宋土。 至此, 割据政权只剩下四个, 分别是北方的北汉政权, 南方的南唐, 吴越, 以及福建的敏国残余势力。 在迅速扩张地盘后, 赵匡应并没有乘胜追击, 他又进行了第二次杯酒士兵权。 这一次收兵权的过程很直接, 赵匡应直接把凤祥军节度使王彦超, 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, 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, 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, 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章等老将的职务给撤销。 而与上次不同的是, 这次赵匡应是将长兵大将的权力给一掳到底, 免掉了他们所有的实职, 连节度使职务都没保留, 只是授予了诸如环卫官之类的虚险。 当然这些将领的物质还是有保障的, 他们被赵匡应罢官后仍然都是大财主, 撤掉老臣后, 赵匡应马上委派自己的心腹填补空缺, 比如李汉超坐镇关南, 马仁宇坐镇盈州, 韩令昆坐镇长山。 等到人事调动完成, 当年劝赵匡应黄袍加身的老哥们, 无论是实际上还是理论上, 都无法再威胁赵氏的皇位了。 公元975年, 完成了内部整顿的赵匡应, 进行第三次南征, 并一战灭亡了南唐。 此时天下还未归顺的, 只有吴越和北汉。 眼见天下即将一统, 自己的皇位也是异常稳固, 赵匡应心动了, 他决定把皇位传给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, 为此赵匡应特意制造迁都洛阳的议题, 试探朝臣的态度。 如果大家同意迁都洛阳, 那说明赵光义的势力不足为惧, 如果大家反对迁都, 那说明赵光义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。 结果由于满朝文武都反对, 赵匡应也只好作罢。 而这也说明, 在赵匡应的扶植下, 赵光义已经语意丰满, 就连赵匡应也拿捏不动他了。 这里有个问题, 赵匡应继位后, 为什么不直接扶持儿子为继承人呢? 这是因为赵匡应是历史见证人, 五代的王朝普遍短命赵匡应都看在眼里。 虽然我们从事后来看, 宋朝国作很长, 与五代的短命政权有本质的不同, 但在赵匡应刚继位那会儿, 他还想象不到宋朝的国作, 后来能延绵三百多年。 他继位时, 想的就是自己的大宋不要二世而亡, 千万不要重蹈覆辙, 可是他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二世而亡呢? 重点培养当时还未成年的赵德昭和赵德芳, 这显然不现实, 毕竟郭荣的教训就在眼前, 五代的小皇帝根本控制不了局面, 虽说赵德昭后来渐渐成年, 已经不是未成年的小屁孩了, 但是当年的李从后刘成佑哪个不是成年人, 到最后还不都是被权臣给推翻了? 事实上五代时期的成年皇帝如果缺乏统治根基, 也一样会被篡位, 所以赵匡胤便没有培养自己的儿子, 他仿效的是郭威的做法, 直接培养可靠之人作为继承人, 也就是他弟弟赵光义和赵廷美。 按照赵匡胤的计划, 自己死后皇位先传给赵光义, 由赵光义再传给赵廷美, 皇位从弟弟们手上兜一圈后, 最后再由赵廷美传回给赵德昭或赵德芳。 为了表明态度,赵匡胤在位前期, 他严格按照继承人顺序依次册封, 先给赵光义分官次决, 等赵光义因公升迁后, 再把赵光义曾经的职务分给赵廷美。 最后,等到赵光义和赵廷美都升迁后, 再把赵廷美坐过的位置交给赵德昭。 然而,想法是好的, 现实却是残酷的。 赵匡胤太厚道了, 完全没料到赵光义会那么阴险。 公元976年,赵光义突然暴毙而亡。 随后,赵光义在太监的通风报信下, 第一时间入宫, 从赵德芳手上抢走了皇位。 等到赵光义继位后, 由于朝野对他的非议之声太大, 他便加快了统一的步伐, 想通过战功巩固自己的皇位。 公元978年, 赵光义逼吴岳王归降, 宋朝不费一兵一卒, 便兼并了今天的浙江。 979年,赵光义拍板, 亲征北汉, 然后一战灭了北汉。 至此, 五代十国时期彻底结束, 赵光义也完成了自己的威望积累。 然而由于灭了北汉后, 赵光义洋洋得意, 头脑发热, 他不顾全臣反对, 非要亲自带兵收复幽云十六州, 而他的指挥能力又很菜。 结果宋军阴沟里翻船, 惨败不说, 赵光义的大腿还被辽军射中了一箭。 这件事儿是赵光义一生的污点, 从此高粱和车神就变成了他的代号, 他在军事史上也沦为了笑柄。 对于别人笑话自己, 这件事儿赵光义很不满。 为了发泄情绪, 他先用言语逼死了赵德昭。 过了两年后, 赵德芳也莫名其妙的病死, 又过了一年,赵廷美被贬, 抑郁而终, 至此能够威胁赵光义的人 再也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。 赵光义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, 最后只为赵光义做了嫁衣。